20天瘦腿 30天瘦肚肚 30天瘦脸 除了没有瘦胸的 各种局部减肥的秘诀 高招满天肥 甚至你的健身教练也想当然的告诉你 要减腹部脂肪就多做仰卧起坐 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 而真实的情况是 即使你每天做几千个仰卧起坐 除了增加腹部的肌肉之外 脂肪几乎不会减少 所以除了采用吸脂等手术类的方法 依靠锻炼等方法 来做局部减肥都是不靠谱的 如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样 一切局部减肥都是撤淡的 脂肪的分解原理提示我们 一旦身体需要动用脂肪来提供能量 全身的脂肪都要做出贡献 脂肪消耗采用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 实行捅斗捅销 人体通过血液循环把质类物质带到需要的部位 而非某个局部脂肪提供的 其结果是脂肪作为共产主义分子 绝对不搞小团体利益 肚子胖了大腿一样也会胖起来 脸瘦下去了可能你的胸液变小了 全身上下要胖一起胖 要瘦一起瘦 在通常情况下要么脂肪不会被动用 要么只能是全身同步动用 就是说提提了一千次小腿 即便是消耗脂肪也不是由小腿脂肪提供的 而是来源于全身各个部位的脂肪共同参与 另外各种通过素身衣和束身带减肥 建议各位美女尽量也不要再用 因为她们只会压迫身体脂肪堆积的部分 眼人耳目显得瘦一些罢了 是一种眼耳盗铃的方式 这种方法会造成局部血液循环降低 减少这个部位的脂肪运输和消耗 长次以往不仅形体更难看 而且对健康也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